简谱哪有那么难啊 不就是因为简单才叫简谱吗 今天咱们就一次性给它学会 来大家点个关注点个赞 咱们开始教学 拿到简谱之后啊 咱们先看这个调式 都等一 代表这首歌呢 是个一调歌曲 下面的67啊 代表是速度 每分钟呢 有67盘 那么上面这个四分之四呀 四分之二啊 四分之三呀 不要读分数 这是四四盘 四二盘和四三盘 代表咱们这首歌呢 同时兼顾有三种类型的节牌啊 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四 就是以四分一幅呀 为一盘 上面呢 代表每小子有四份也好 两份也可以 每小子有三盘也行啊 这三个节牌都可以存在 那么在我们的谱形当中 大家来看 我们中间这个竖线叫什么线呀 叫做小节线 就是用来间隔小节的 一般呢 两条线之间为一小节啊 那么我们同学们在看节目的时候 你看单独的这个音后面有个杠 这个杠是什么杠呢 叫做增实线 代表增加唱前面这个音符的一份 那么整体唱够两份就可以了 那么数字下面一条线是什么线呀 叫减实线 代表呢 减少掉上面这个音符的一半 原来一个音不是一盘吗 对吧 一个音是一份 那我们加一条线 减少一半 变成几份 唱够半份 那么两个一半合到一块 怎么读呢 一下一上 咪咪 大 大 那么数字下面两条线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一条线的基础上 再去减少一半 我这样给大家讲吧 数字下面一条线是半份 是八分音符 两个数字两条线 代表两个十六分音符 上来唱一半 那么你像这个六七六 拉西拉怎么读呢 拉西拉 大 大 大 你看我们连到一块 咪咪 拉西 拉 拉 那么数字上面这个弧线叫连音线 就是要把音符呀 连到一块读的意思 同学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别忘了给老师点点赞 点点关注 老师点点关注